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柳树蛇 乡下这个怪事多 把我记事挤 我见到那个怪事多多少少 也得有三次劲 有些事啊 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都已经模糊了 但是有些事呢 却使越发的清晰恐怖了 每当我想起来的时候 总是会忍不住的 汗一声气 在我小的时候住的那个村子 里边有一棵老柳树 那柳树啊 就在我们村口 那柳树皮上边是坑坑洼洼 干个洼洼的 麻麻来来的 点也不圆论 反正呢 挺大的 得两个成年人才能抱住 不知道为啥吧 每次看着那株柳树的时候啊 我就感觉这个浑身是凉嗖嗖的 就好像有啥东西在盯着我似的 大概是在我六岁那年 我的老奶奶死了 一帮人出去送去 那会儿我们在乡下人呢 对出丧这种事是特别看重的 尸体要放在屋子里边停零三天 出丧的那天呢 送葬的时候走得不能太快 又不能太慢 每到一个时的路口啊 还得向周围的人磕头 表示谢意 反正一路上呢 是吹吹打打的 没有十多人 作为直系亲属 那我当然也免不了 去跟着磕头去了 等回到家的时候 都快晚上八点多了 六岁 那时候小啊 对死这种事呢 还是模模糊糊的 也没有害怕的感觉 反正送葬啊 之后吃完了饭 我就跟着我那俩小哥哥出去玩 我们三个是在村子外边疯跑了一阵子 感觉到有点累了 我哥就提议说啊 咱们说明藏吧 那就是藏猫嘛 因为在村子外边 这四周呢 也没有什么高墙 我们就趴到那棵老柳树上 闭着眼睛啊 数数 没等我数多少呢 我就感觉到事不对了 因为有一滴水掉在我的脸上 紧接着 两滴 三滴 可是怎么会有水呢 这天 也没下雨的样啊 我有些纳闷的 慢慢的抬起了头呢 然后啊 我就呆住了 西黑的叶色当中 就好像有两盏绿色的灯 在上面挂着似的 照着周围 那个枯黄的树叶子 那水就好像是从树上掉下来的 我哪少这么一抹啊 感觉到黏乎乎的 而且还一股的腥味 我都已经不记得当时我干了什么事了 反正就感觉到这是两腿一软 紧接着呀 裤子就湿了 我害怕的哇哇的大哭起来 一边哭一边往下跑 当时我爸正跟几个亲戚啊 喝酒呢 你听见我这哭声赶紧跑过来一瞅 看我这个裤子湿乎乎的 咋的了 以为我吊河里边去了呢 我妈拿了条裤子过来啊 想给我换上 当着大家伙的面就把我裤子 我死死的抠着他的手 哎呀 那个老柳树人 小鬼 一听这话 我爸原本喝得有点迷迷糊糊了 脸立马就白了 摁着我的胳膊就说 你哥呢 还在蹲在外边呢 我爸领着那几个亲戚就走了 就留下我跟我妈跟家里边看家 我当时 哭着哭着累了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上 我被院子里边的吵吵声给吵起来 晃了晃旁边的我母亲就说 妈 咋的了 我妈就说 你爸要去砍树呢 你哥昨晚也被吓着了 一听这话 我赶紧爬起来了 这么好玩的事 我能做过吗 这一大帮人 静止就朝村口去了 先是那几个老头 对着那棵老柳树啊 烧了点纸 又磕了头 随后 两个年轻的小伙子 就拿着那个锯 架到那树上 哎 怪事就跟这发生 这俩人啊 跟那拉大锯扯大锯的 扯了一段时间 那棵树依然是窥然不动 就连点锯墨子都没掉下来 这一下子 大家伙的脸都变了 我大了 一把推开了 这个左边的小伙子 往手上吐了个吐 就实际的 拉近那个锯里 磨的那个树 直牙直牙作响 像是粉笔擦在黑板上 那种声音似的 让人感觉到心烦 正当我感觉到 这也没啥意思的时候 我妈忽然把我的眼睛 给捂上了 紧接着 周围就是一阵的抄着手 我想挣脱给我妈妈的手 看看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妈死 我就是不让 不过透过手指的缝隙 我依然看见了 那棵树和锯的接触面上 有粘稠的血 在往外边滴落 回家了之后 我大伯就显得不对劲了 这时候又有几个人跟他说 早就跟你说了 那树不能砍 那里边住着鬼呢 一群人跟屋子里边 是吵吵巴伙的 等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就问我妈 那树咋个事啊 那里边真有鬼吗 我妈眼珠子一转 犹豫了一下 看我爸没搁家 就低声声跟我说 小孩别瞎打听 告诉你啊 这世上没有鬼 那鬼啊 都是大人骗小孩的 你撒谎 我都看着那树螃蟹了 我不满地喊了一句 就这一听这话 我妈赶紧地捂住了我的嘴 又瞅了瞅四周 好像做贼似的 这没啥事 我妈瞪了我一会儿 然后跟我说了个故事 那棵树啊 在我妈嫁过来之前就有了 没人知道 它到底是啥时候栽的 听你爷爷说呀 在你爷爷小时候 有一个小伙子 喜欢上一个姑娘 可是那姑娘呢 嫌人家小伙子穷 就不让女儿嫁给他 那两年轻人一时想不开啊 就在那棵树上上吊死了 后来就有人说呀 说他们俩的鬼魂 住进那树里边去了 听完了之后 我眨了啥眼睛 有些纳闷 妈 啥要喜欢呢 能吃吗 我妈也没回答我 后来啊 我大伯家里边 是连了死了好几头牛 这牛肚子里边 那肠子呀 啥都没了 但是好的牛肉 却是一点没动 我大伯对这事呢 感觉到害怕了 又跑到那个柳树前边 拜了拜 磕了头 杀了一只老黄鸡 这事呢 才算是慢慢的过来去了 直到几年之后的 一道雷电 哗叉子一声啊 就把这个老树给劈倒了 那是我记忆里边 最大的一场大雨了 反正当时是电闪雷鸣的 连我们家院子里边 那棵老白杨树都给吹歪歪了 第二天我上学去的时候 就发现 原来啊 在昨天的那场雨中 村口的柳树也被劈倒了 反正空气里边 还有一股子臭味 就好像是肉啊 被烤糊了的似的 我走过去一看才知道 那雷是劈到树干上的 原来啊 还缠着一团肉呢 应该是肉吧 黑乎乎的 看的样子 像是条是长重 我本来呢 想再看两眼 就因为上课 快迟到了的缘故 不得不离开了 回了家之后 村子里边人都议论这事呢 听村里老人说呀 那是条老蛇精 想要化成龙 失败了 渡雷劫的时候 被雷给劈死了 听到这儿我就笑了笑 毕竟 我自认为 我已经是个大人了 现在再回到村子里边 已经见不着 村口那棵树了 有一回啊 我跟我女朋友说 说下这儿啊 曾经有棵树 里边住着一条大长长 她当时是一脸鄙视的 看着我 说我骗她 村子里边 有棵树倒正常 在树里边住着个老长长 那肯定是假的 我摇摇头 哭笑了一声 女朋友说的也对呀 那长长怎么会住到树里边去呢 如果那棵树要是还活着的话 那该多好啊 至少我能证明我没骗她不是 好了 这就是柳树蛇的故事